捆接着点 大姐 要不然你走半道散了就麻烦了 放心吧 老妹 别说这玩意就捆个猪构子 他也跑不了 大姐 你看我这个羽绒服能值多少钱 这玩意啊 不值钱 你好好看看 我这羽绒服就跟新的似的 我老公就穿两回 你就穿一回 他也是二手货的 你要想卖呀 给你六块钱吧 那我还不如白给你了 白给我行 那我谢谢老妹啊 老妹 我看你真讲究 谢谢老妹啊 这个是个哪一事儿的呀 我还是翻不上呢 那你要着了啊 给你老公穿服就完了吗 别跟我提他了啊 一提他我都生气 咋的啦 下课了 妈呀 你老公多大岁数了还上学呢 上啥学呀 姐把他给吹了 啥玩意啊 你把他给吹了 咋的呀 我看你老公那是挺老实的呀 你咋还把人家给吹了呢 你都不知道 他背着我藏了多少钱 你就让他藏他能藏多少 一个手破烂的 还藏了多少 人家跟我分手第二天 直接找那个小情人 买开宝马 宝马 咋的呀 哎哟 就你们收破烂的 能有那么多钱呢 我说老妹 你太瞧不起我们这行的 老妹 你以为有钱的 都得是大老板呢 我告诉你啊 现如今这个社会 十个搞房地产的 它不如一个烤羊肉串的 十个烤羊肉串的 不如一个收破烂的 买行不输状元呢 哎呦 大姐 我真没看出来呀 哎呦 大姐啊 大姐啊 跟你说这些都是为你好 大姐走过的路 知道不 没事琢磨琢磨大姐说的话 我又不跟你多说了 我还得干活去呢 啊 老妹 你再有啥呢 不要给我留着 啊 行 大姐走了啊 啊 那你慢点走啊 这怎么 我听他说完 这心里没底呢 不行 我得试试它 咋试呢 老公啊 你搁哪儿呢 你快点回来吧 咱家被盗了 你锁没锁门呢 啊 锁没锁门 你回来看看吧 家里犯的浪漫气糟的 看看你丢没丢啥 行 好了 我就不信我扎不出来他的秘密 哎呀妈呀 咋能出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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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去 媳妇快起来 啊 哈哈哈哈 这是团伙大结吧 这是 照这样 哈哈 老公 读啥了 媳妇 老公 我梳妆台里的钱 还有零柜上的工资卡 最可气 我晾在厕所的那椅子 都给我偷跑了 哎呀妈呀 这小偷变态吧 她呀 哈哈哈哈 偷那位 吃 厕所 厕所 厕所那水箱 它冻没那水箱 我也不知道我冻那破玩意干嘛呀 哎呀那里有钱呐 哎呀我藏的 哎呀 好啊 还真跟我藏钱啊 哎呃 哎呃 啊 啊 媳妇 媳妇 极大欢喜 没丢 哎呀 没 嗯 嗯 有味啊 没味 没没没丢 没丢 挺好 好啊 你个兔仔的 嗯 兔仔的也丢了啊 啊 啊 妈呀 兔子窝还有钱呐 啊 啊 啊 啥玩意啊 兔子窝里也藏钱了 哎 媳妇 哎 极大欢喜 这个也没丢 太好了 太好了 哎 减少损失 嗯 就这两分 啊 就两分 不对 还有啊 还有 哎呦 沙发里有了 这 哎 哎 哎 哈哈哈哈 这也没丢 是吧 谢谢 谢谢 这这也没丢 哈哈哈哈 这也没 哈哈哈哈 说吧 藏钱干啥 藏钱 藏钱干啥 媳妇 你听我说 听你说啥呀 咋的呀 还想给小姑娘买宝马呀 媳妇 一共一千六百块钱 买套驴都不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给我说了 藏钱干啥 媳妇 咱不吵着行吗 不闹行吗 哈哈 媳妇 我是爷们不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是爷们 不是爷们就不会藏钱了 媳妇 你看我在单位啊 平时跟我这些同事 喝个酒啦 搂个菜啦 打个揍地主啦 不得用钱呢 是吧 那你可以冲我腰啊 嗯嗯 我找你要六百多回 你给过我一回嘛 嗯 媳妇我就羡慕你这小手哈 西场西场的 可有劲了 钱赚的可紧了 废话 就你挣了两个钱 我要不赚得紧点 怎么过日子啊 那你也得感受我在单位那种心情吧 啥心情啊 你大伙都请客吃饭 有一次我也请客 但是我都是没带钱 我假装喝多了 后来你饭店都关门了 我才走 从那以后员工都躲着我 那帮同事有一次 我在饭店门口遇着大伙 哎呦我说干人家你干啥去 大伙一口通声 我们尿尿去 上饭店尿尿 那是尿尿吗 那是躲我 你干嘛的 所以我就攒钱 高低请他们好好搓一对 让他们看看我 不是不是不是 抠瘦的爷们 那你这回藏这些 也够搓一对的了吧 媳妇这点钱也不能都我一人用啊 这是我跟儿子的共同财产 什么 你和儿子一块藏钱 啊 儿子找你要钱买个电子游戏机 你也不给买 说怕影响学习影响学习 咱见他孩子好像就是为学习而生的 从你给起那名叫程清华 你说你说那孩子你说压力多大 那天找我去了 爸你给我拿了钱买个电子游戏机呗 我说儿子 你知道爸要钱买电子游戏机 那就相当于让爸给你生个小弟弟 太难了 这么咱爷俩一起攒钱 我说爸给你买个电子游戏机行不 所以说我们爷俩就一起攒的钱先买一个 给我儿子买一个游戏机 你说的是实话吗 哎呀可以做到 那你说 我说把钱赚得太紧了 媳妇紧是紧了点 但是你得考虑我跟儿子的感受啊 你知道我们爷俩哈 天天吃早餐 就吃油条不点豆浆 那么干爷呀 有时候我一根半他半根 我们上下班接孩子上学下学 我们爷俩就追着公交跑 哎 追公交干嘛呀 追公交跑 我跑出一餐地省一块钱 哎呀可兴奋了 哎呀咋没追出租车跑呢 你追他还能省好几时 媳妇 我也有把握的追飞机去 也怪我没能力 这些年在单位就靠挣点工资 好不容易今年过年 春节发了点奖金 我认为这六千块钱嘛 我给他攒个钱 啥 你发奖金了 我发奖金了 六千块钱 六千块钱 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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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呢 是啊 问我呢 我求求求 这嘴咋这么松呢 白产了 好啊 感情这大头可后边呢 这一笔就六千呢 我看他怎么跟我解释 哎呀妈呀 完了 咋的了 六千块钱呀小偷偷走了 小偷偷 小偷偷 你行啊 还跟我耍花样是不是 啊 没耍花样真没了 六千呢 我告诉你啊 咱家今天根本就没招贼 这个局是我设的 我就想试试看看你 根本跟我长心眼 没想到你小的行啊 啊 你还真跟我藏私房钱是不是 啊 那六千块钱你收起来了 谁收起来了 那就相当于入库了 我问你呢 我没收你放哪儿了 我放羽绒服了 挂那儿了 我看羽绒服都没了 羽绒服 这个老子不穿那黑羽绒服 妈呀 哎呀 老公啊 那羽绒服让我给收破烂的了 你再说一遍怎么着 你再说一遍怎么着 你说不让我给收破烂的了 哎呀 打我干啥呀 收破烂的你家亲戚呢 你一下给他六千呢 我哪知道你那里有钱呢 我费不到你 再六千块钱你给打了你 谁让你往那里吵 哎 我的妈呀 我费你把我打了六千块钱 你就给收破烂的了 收破烂的 你要了我的命了 哎呀 不然呀 家谁没了 钱没了 全没了 收破烂大姐 你咋回来了 这不给你送钱来了吗 还说你老公没有秘密的吧 这一副洞里缝着的钱 姐一分别一动 给你拿回来了啊 谢谢大姐 不是我说呀 就你老公啊 他也是窝头掉地踩一脚 不是啥好饼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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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窝大大姐呀 谁窝大大姐呀 窝大大姐呀 哎大姐一看你面散呢 窝姐散的嘛 我最烦你这种男人 往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 大姐 不用跟他废话了 他今天要不跟我说明了 藏钱到底干啥 我就跟你离婚 哎呀 那你可别冲动 别这么点啊 那可不行 嗯 哎呀 媳妇 那 渐已经漏了 那这 这 旋里有 有个信方 旋房 旋有 旋有封信 那 夹钱里的 你念念你就知道了 你念念嫂 是那些什么样 亲爱的 真有情况了吧 行啊 这么多年跟我都没用过这个词 感谢你多年来给了我爱 还给我生了个好儿子 你啥才还有一个儿子 还有私生子了你 自从结婚以来 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愧疚 就是当时我们俩经济上都很困难 婚礼上我给你带的钻戒是假的 可是你明知道是假的 脸上也荡漾着幸福的微笑 从那一刻 我就发誓 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枚真正的钻戒 今天我得到了这笔六千元的奖金 如果告诉你 你一定不会同意用这笔钱买钻戒的 何况这个数目也不够 老婆 我会努力工作 等到下一笔奖金到手的时候 我一定亲手 把钻戒 带在你的手上 老公 我错怪你了 你还有外人 你打的了 你老公太好了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我是轻的 不知 那我